坐椅有三段式躺法 号称零重力漂浮感 坐向三十二寸大荧幕 不想被打扰 还有拉门可以关上 新宇航空头等舱 本来只有北美洛杉矶 旧金山以及新加坡航线 坐得到 如今东京线十月开卖 但来回机票竟然高达十四万元 国旗航空里面 唯一只有新宇航空 有针对日本航行 有开放这个头等舱 目前在热门的航线 比如说像日韩或是泰国 这种短的航线里面 价格还是会非常高的 实际搜寻国内三大航空 东京来回票价 以十月一号到五号来说 华航最顶级的豪华商务舱 要价六万元 长荣黄喜桂冠舱则 则在六万二 新宇商务舱价格也差不多 但是头等舱却硬生生 贵了超过两倍 他比较特别是 这边会有一个泡棉 这个是最大不同 人家都会笑称新宇航空 说商务跟头等舱 跟商务舱没什么差 那实际上他的座椅 坐起来是真的就是不一样 只有三点五个小时的航程之下 我们其实也很期待说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下 头等舱可以提供消费者 什么样的一个很好的产品 他会一直贵 就是因为有人接受了 接受那个票价 所以他的票价就一直下不来 航空市场需求强劲 业者认为高票价最少持续到 二零二五年 为了强工商机 华航正在寻求更新长城机型 长荣行则宣布推出第一班 不开放销售的班机 专门给会员用里程数兑换 在机票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之下 巩固会员忠诚度 三零新闻 徐国恒 李孟山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